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人生起落的态度 坦言身边的朋友都被这首歌感动哭了 它是一种希望和重生 李小璐谈到女儿甜心让自己感动的一幕 表示曾告诉甜心 筷子拿得远就说明将来离家远 而甜心此后就拿着筷子煎吃饭并安慰妈妈 我不会离开你 李小璐坦言女儿不允许提我老了 在女儿心中妈妈必须永远漂亮 而离婚后的李小璐表示周末没有夜生活 完全都是在陪甜心 这也让母女俩感情极好 李小璐也首次回应了直播带货赚钱的传闻 表示自己没有挣网传的那些钱 自己是怀着一颗公益的心情去做的 自己的初心也并不是想挣钱 李小璐对于感情的话题还是十分敏感 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感情 自己的感情就是甜心 对于当下的爱情观和感情观 李小璐认为没有必要分享 李小璐对于付出一说也表示不重要 强调自己以甜心为主 而跳舞唱歌都是自己的爱好 对网红和明星的定义并不看重 众所周知 李小璐和PG1的热吻视频曝光后 贾乃亮与李小璐发联合声明宣布离婚 李小璐方也表示 俩人在热吻视频前就已经离婚 并表示将一起抚养甜心 李小璐在经历了风波后 也并未有尝试付出的意思 而是专心当其网红 分享自己的日常 并收获了鲜案的粉丝 而风波后伴随李小璐的各种谣言 李小璐曾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了自己的名誉 用法律来回击谣言 而且与PG1的视频也是离婚后才有的 李小璐与贾乃亮宣布离婚后 PG1的声明也表明 两人确实曾有过一段感情 但从言语中可以感觉 李小璐与PG1也已经分手 李小璐选择了沉淀自己回归家庭 全心全意陪伴女儿甜心 并经营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和爱好 在各方面都不输明新时期的自己 李小璐与贾乃亮的关系渐渐破冰 曾被拍到一起陪甜心玩 并在甜心的生日来联名送上生日蛋糕 这也让甜心十分开心 而PG1却因风波事业净毁 屡次付出却被夭折 PG1也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丑闻事件 认为自己无时无刻都在处在最坏的结果 PG1认为自己因为丑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还付出了很多 表示自己曾想到自杀 言语中全是委屈和无奈 然而网友看过采访 认为PG1完全是在借机洗白 认为他又在试水付出 这也又一次地激怒了PG1 PG1发文表示自己累了 承认都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错 并向全世界道歉 并恳请网友都闭嘴 因为自己受够了 言语中充满不甘 虽然PG1没有成功付出 但从他日常分享的生活来看 他似乎并不缺钱 虽然不能登上国内舞台 但在风波后 PG1曾到国外演出捞金 并有很多粉丝 选择继续追随他 为他买单 让他生活无用 但相比于之前的风光 确实是天壤之别 如今李小璐谈自己的感情状况 认了没有感情生活 只有甜心 或许PG1看到风波后 只有自己状态最差 才心有不甘吧 但这能怨谁呢 说起李小璐 确实挺可惜的一个演员 无论是从演技方面 性格方面 人脉方面都是相当不错 而且如果单纯只看演技的话 他参演的很多影视作品 都相当不错 李小璐的出身并不平凡 他的爷爷是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员工 父亲李丹宁是八一厂的导演 母亲张伟心也是演员 李小璐的演艺生涯很简单 当时父亲的想法是 不想让他当演员 但从小耳濡目染 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基础 八四年在拍 孔子青少年时代的时候 因为缺少一个儿童演员 父亲便让李小璐试镜 从此踏上了演艺生涯 八四年到八六年 一共参演了三部作品 故事的转折是在1998年 那一年大陆发生了很多事 其中一件就是17岁的李小璐 第一次踏上了去台湾的飞机 而这一次去台湾 不是去港澳台三日游 也没有好友马苏陪着去做头发 而是要去参加 第35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台下都是明星大腕 那个时候的刘若英 舒淇 吴君如等都在场 而且还是金马奖的几名人选 李小璐就是想过去打个酱油 但没想到却中了头彩 17岁的李小璐满脸的青春像 肉嘟嘟的很是可爱 人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 基本上已经大脑一片空白 用李小璐的话说 我就一个破孩子 这场面吓死宝宝了 谁也不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破孩子 凭借电影天狱 击败了刘若英 吴君如等强劲对手 获得了第35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都说出名要趁早 17岁的李小璐做到了 拿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也是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后 2009年 二人通过董玄组的一个饭职相识 那个时候李小璐虽然跟蒲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但贾乃亮一见清新 并向董玄那里要了电话 之后就展开追逐 但是作为有钱 还有背景的李小璐来说 根本就瞧不上贾乃亮 也并没有把她当回事 贾乃亮决定混一换战略 将其父母入手 一次聚餐后 贾乃亮喝多了 鼓足的勇气 收出了自己内心的委屈 哭得像个孩子 李小璐父母也见到了他的真诚 于是帮着他说好话 于是乎李小璐答应 做贾乃亮的女朋友 2010年11月份 贾乃亮公开承认了 与李小璐的姐弟恋 2012年3月31日 贾乃亮在第二届 月是影视上典 向李小璐求婚 6月28日 李小璐和贾乃亮登记结婚 7月6日上午 李小璐和贾乃亮举行婚礼 10月23日 李小璐担下女儿 并取名贾云心 小明甜心 婚后贾乃亮十分的 疼爱妻子和女儿 家务从不让李小璐上手 李小璐也靠着女儿 甜心火了一把 就在大家的羡慕中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平静地幸福下去 2017年12月29日 贾乃亮在努力地开直播工作 有网友问 小璐去哪儿了 贾乃亮说 去做头发了 就在这一天 中国第一狗仔 卓尾爆出了李小璐 夜宿门事件 李小璐和PG1 偷情的事情浮出了水面 引爆了微博 东朝事发 贾乃亮和李小璐 渐行渐远 想不到的是 像PG1这样的人 颜值也不高 也不魁梧高大 为何李小璐会送上去呢 而贾乃亮为了支持 媳妇的喜哈事业 自己也向这个方向发展 穿喜哈服 给PG1刷了180万的金币 为了老婆 贾乃亮真的是亲其所有 但是最终的结果 不但没有博得媳妇一笑 而且被绿了一头 回顾她过去的生活 从小时候开始 生活和工作中 就很少有挫折 出道其巅峰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